中文字幕提供 我要跟各位推薦 各位如果有合適的時間 可以到我們國立空中大學來修一門課程 這門課程的話就是ESG ESG的話可以說是目前全世界最夯的英文的單字 事實上第一夯就是AI 所以大家知道AI的相關產業的發展是蓬勃發展 英文單字裡面現在全世界第二夯的事實上就是ESG 更早期我們的ESG的話就稱它為CSR 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 ESG的話事實上它會一直陪著我們到2030年到2050年 所以是一個非常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全世界現在不管在產官學方面對ESG相關的重視程度 我發現是大概以前很少有一個主題受到這麼高的關注 所以第一個可能就是說如果我們有朋友的話 現在還不是很了解什麼叫ESG 那我們就歡迎說到我們國立空中大學都來修這名課 因為它幾乎是我們現在朋友之間在談的時候 才會聊到的這一個話題 第二部分是現在很多的中小企業很多的企業想要推動ESG 可是不曉得怎麼樣下手去推動ESG 所以就可以來修這門課程 再來是有的ESG相關的這些證照的話 事實上呢對自己本身的職場競爭力 跟自己本身的投資理財各方面的話 都有很高的這一個幫助 以上是我推薦的地方 歡迎大家來國立空中大學修ESG的這一門課程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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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